公路路面 公路路面 传统上可分为柔性路面 及刚性路面两大类型 刚性路面 以波特兰水泥混凝土为面层材料 而通称为水泥混凝土路面 柔性路面 则以沥青混凝土为面层材料 而通称为沥青路面层材料 沥青混凝土路面材料 因进度及强度较低 又因受夏季高温 及重载交通量过大的影响 容易产生车车 变形 冒谱及裂缝的现象 而刚性路面 由水泥所具有之刚性 及高度弹性模术 可将车轮荷重 直接传递至广大面积之路基上 而由面层之混凝土板的结构强度 来承担路面荷重 故考虑采用水泥混凝土铺面 作为一代替方法 使道路铺面工程进入一新的季模 本处为承办北部第二高速公路工程 配备刚性路面铺竹设备 包括混凝土撒布机 滑动模板混凝土铺竹机 及扫纹兼养制机 三台机具均有高程 及方向之油压自动控制 铺竹前于两侧 依设计高程设立侧线 并将铺竹机具之感应控制器 调整至定位 操作手仅需控制铺竹速度 及机具前之配料能选 于混凝土铺竹后 仅需少量人工 做表面平整 以边角之修饰 以这套滑动模板铺竹机施工 可以节省传统编模铺竹施工之编模设立 及铺竹时 攀平 震动 平整度所需的能力 施工效率也因而提高 因此能达到业主对刚性路面之严格品质要求 北二高隧道刚性路面自动化铺竹前 必须对混凝土铺竹机 进行高程自动控制系统检测与定位 来调整铺竹机成型板 与两侧准线之相关位置 当隧道内衬器及盲钩施工完成 即进行路基研盘面修整至设计完成面 即施竹路基及配层后 是进行低强度混凝土底层的铺竹 低强度混凝土底层为提供面层 以平整坚固的承载体的里面 底层混凝土的铺竹全宽为11.31公尺 厚度为20公分 铺竹顺序分为三车道 首先铺竹中间车道3.85公尺 间隔14天养故齐后再铺左右两车道 宽度分别为4.0公尺及3.46公尺 低强度混凝土的配比为极配总量 因属滑动模施工 规范要求含气量需为6%正负1 混凝土滩度则控制在3到4公分之间 低强度混凝土底层 与抗弯混凝土面层的铺竹 皆属滑动模施工 其施工方式大致相同 为在铺竹前需在路基面 先铺一层地宫支布 以隔离地下水的渗透 在此仅介绍面层的施工方式 首先清洗LCB面 并在于PCC铺竹前一天 再行于LCB面分布养毒剂 标定即安置坠动机位置 即开始铺竹 本处采用CMI-PS250扫布机 摊料厚度可随高层方向 以控制线做全自动行走 为调整控制 再以CMI-SF350四缕带型铺竹机 同时能以散布、刮瓶、倒石、刮云 一贯作业 以最少之人工整瓶 完成密实均匀之火凝土铺面 整瓶完成面 不差在四公里以内 在铺竹机将火凝土铺竹成型后 因火凝土表面能有许多气孔 游离水及水流浆 必须加以人工修饰 游游慢转 卫士完成之路面 具有良好的摩擦层 本工程采用CMI-TC250 自走式扫纹养质机 扫纹深度可随时依需要做调整 分别对火凝土路面提供横向扫纹作业 以及对路表面及边缘 喷洒液态养护剂之功能 并可做全自动行走 以调整的功夫 刷纹工作应是表面所产生之调纹均匀 其宽度以0.3公分 深度以0.2公分为原则 纹间中心间距为1.2公分至1.5公分 为防止混凝土因干缩而产生之不规则裂缝 需做巨缝工作 一般时机为从出厂时间加8至14小时 做第一次倒裂缝 其深度为厚度4分之1 约为6.5公分 宽度0.3公分 路面完成后灌缝前 将圆倒裂缝做二次破缝至深度3.5公分 宽度为1公分 并以填缝剂填补 阻绝水分之渗透 本处为提供刚性路面的施工 设置每小时产量120立方米的水泥火宁谷半河场 火宁谷半河场所用的砂石均来自南阳溪 在准备半河工调前需经过沿河的制程瓶管流程才可使用 一般检验项目包括筛分析、扁平率、原石率及含氧量等解析 滩度试验最主要的目的是检测混凝土的稠度 以便掌握它的工作性 刚性路面的混凝土出厂滩度 必须考虑当天的气温和运送距离 倒工地的滩度 为配合本处的CMI SF350铺竹机的需要 最好是控制在20-3公分为最理想 为了增加刚性路面使用的粘线 使混凝土可以减少半河时的用水量 又不至于影响它的工作性 因此混凝土中必须添加输气剂 使它的含气量在4%正负1之间 含气量以气压法测定 从压力表上的数据可以了解 混凝土中空气含量的变化 并借此调整半河配比的输气剂用量 抗弯射体以横外面尺寸6×6英寸 长为24英寸的长方形模制作 装填混凝土时分两层 以振动机插入 振动时沿着编膜两条直线做交错的插入 并将振动轴灌入底层约1英寸处 倒石结束后 以慢刀刮除涂出的混凝土料 再用慢刀修饰表面 混凝土尸体分24小时 7天及28天三种临起 在恒温水池中扬升 24小时的尸体 则在摄氏35度的水温下扬制 高性露面混凝土尸体的抗弯强度试验 采用三分点载重减脂量法 规范要求 需达每平方公分45公斤以上 本工程尸体强度 平均都在每平方公分50公斤以上 在严格的品质管制及优良的施工技术下 北尔高路面平整度 控制在三公尺范围内 凹土面以不超过三公里为合格 使用路源可以在舒适平稳而坚实的路面上 享受行驶之乐 仅以此片提供工程界先进参考 并请不领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